网路硬碟的连线方式 当你要连上网路硬碟的时候 请你开启档案总管 在工具列上面选择前往输入位置 打上你的 SMB冒号斜线斜线 你的IP位置 按下Enter 他就会找到这一台伺服器 点两下会要求你输入账号密码 注意一下这个密码的使用方式 你可以立刻忘掉或这个 永久记住就有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他永远帮你记住 后面的人 万一你的电脑 有人来操作你的电脑 他可以很容易连上去 就看得到你的资料 好这样我就连上去了 那如何登出呢 那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跳离开你 登出你 离开这个网路磁碟机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档案选择连线磁碟机 他的作用方式也写的一样 SMB冒号斜线 冒线 直接连线 直接连线 一样会连过 连线的方式就一样 所以连上网路上的方名这个程式 也不难 后面会介绍更容易连线的方式 这是我们基本的 连线网路连线的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